焦点转到东马 沙拉越和沙巴都在大年初一这一天 个别举办门户开放活动 吸引了不少民众共襄胜举 没错,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沙拉越州政府第一次举办 联系各族之间感情的新春门户开放活动 有超过上万人参与其声 大年初一沙拉越重要领袖 齐齐出席首次由州政府举办的 农历新年门户开放活动 当中包括刚上任的州元首旺朱乃迪 而迎兵版上提写的 帮强加薪国泰民安吉祥化 正是总理丹斯里阿邦佐哈里 对龙年的盼望 今天活动热门户开放活动 今天活动热闹非凡 捞鱼声、舞狮舞龙和具有华族特色的表演精彩登场 尽管这是州政府首次举办农历新年门户开放活动 但是成功吸引超过上万人参与 当中不少还是不同族群的民众 沙拉越旅游部长拿多斯里阿都卡林认为 这种能够促进各族群感情的活动 理应常办 并会列入州政府旅游热力 推广给全世界 至于在沙巴亚币 沙巴州政府连同沙巴中华大会堂 举办的新春门户开放活动 吸引了上万人出席场面盛大 除了展现沙巴各民族融洽的文艺舞蹈演出 今天活动的其中一个亮点 就是号称婆罗州最长的350英尺游龙 恭贺四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